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分别是孙力军团伙宣判 龚道安 邓辉林 刘兴云是首批 另外普京发动二战以来俄罗斯的首个动员令 增兵30万 而且他这次在最新的谈话里面宣称西方和勒索 而且要削弱孤立毁灭俄罗斯 相信普京这个决定会对世界的政治跟经济起到一个涟漪的作用 我们首先还是来关心被中共列为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成员 前上海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 以及前重庆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 还有前山西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刘兴云等三人 今天宣判 他们是一审宣判 龚道安刑期最重 获判无期徒刑 其次是邓辉林被判了15年 刘新云判刑14年 预料孙力军 还有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 前江苏省委常委 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 以及新近被列入孙力军团伙的国家安全部前党委委员刘彦平 也会在二十大前后择其宣判 我先为各位观众介绍他们宣判的资料资讯 再来为各位观众做一个比较简短的分析 龚道安他是被判无期徒刑一审 新华社的报道指出 河北省唐山市 因为这三个人今天都是在河北省不同的地方被宣判 龚道安是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宣判 那对被告人龚道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龚道安受贿犯罪所得及资习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查表明 从1999年下半年到2020年7月 你看这个跨越可以说是接近了20年 被告人龚道安利用担任湖北省 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重案组 侦查处处长 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 湖北省贤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市公安局局长 公安部技术侦查局副局长 局长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 工程承揽 案件办理 职务提拔 等方面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 7343万余元 刚刚列出来的 就是他的犯罪的历史 从99年在湖北担任职务 一直到上海2020年 大家有没有觉得提到了 还有犯罪的金额收费 7343万余元 还有四个方面 企业经营工程承揽 案件办理 职务提拔 但大家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什么蹊跷之处 这里面虽然他被归类成孙力军团伙 但是呢 为什么被归类成孙力军团伙 有跟孙力军有怎么样的往来 在这次判决里面 毫丝毫没有提到 丝毫没有提到 他只提到 拱道安的受贿罪的 这一个侧面 而真正比较严重的是 孙力军团伙 他们怎么样形成团伙的那个部分 丝毫都没有提到 而重要的是 这一个官方的媒体报道 他说 拱道安到案后 如实公诉自己的罪行 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认罪毁罪 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依法可以重新处罚 所以 这个跟下面我要介绍的两位 也是一模一样 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第一个共性是在于 都在河北省审判 在不同的地方法院做出审判 第二个共性是什么呢 第二个共性都没有提到 他跟孙力军任何的牵扯 第三个共性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账款 账物都全部的追缴 依法可以重新处罚 而且呢 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部分 受贿犯罪事实 所以 待会 再为各位观众 分析一下 我的结论 邓辉林呢 邓辉林 他是被宣判15年 官方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2022年9月21号 河北省保定市 刚刚是唐山市 保定市来审判 邓辉林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 重庆市政府原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 受贿一案 对被告人邓辉林 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15年 并处罚经人民币400万元 这个是三个人里面 比较不同的 三个人里面 只有邓辉林 被处罚人民币400万元 而对邓辉林 受贿犯罪所得 及知习依法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是一样的 这边的年历史跨度 基本相同 而且邓辉林跟龚道安 基本上在前期犯罪 收贿都是在湖北 邓辉林官方的媒体 是这样讲的 1999年春节前 到2020年1月 邓辉林利用担任 湖北省乡镇企业 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湖北省宜昌市政府副市长 宜昌市委常委 市公安局局长 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 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邓辉林曾经担任过的这么重要的职位 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以及重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他也称邓辉林利用职务的便利地位 形成的条件 为有关单位在企业经营 特殊号断车牌办理 这个跟龚道安就有不同了 特殊号断车牌办理 职务提拔调整 这是一样的 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他人 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人民币 4267万元 而保定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就是他15年最后提到 邓辉林具有主动交代 犯案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 受贿犯罪事实 如实公诉全部犯罪事实 认罪毁罪积极退赃 这个积极退赃呢 这三个人都积极退赃 就表示他们 这个一般很奇怪 一般的人啊 这个收贿了以后 他的这个账款 是收不回来的 但是对于这 政法系统这三个人呢 他们的账款 全部都收回来 所以才能够免于死罪 另外都向 这个 就是办案的单位呢 交代了 办案机关没有掌握的绝大部分 事实 犯罪事实 所以法庭也做出了 从轻处罚的判决 另外呢 最后就是被归类成 也是王立军团伙的 重要成员的山西省原公安厅 刘兴云 他在这三个人里面 被判处的徒刑是最轻的 比这个 邓辉林要少一年 邓辉林15年 刘兴云是14年了 我们来看官方的媒体 是怎么样表述的 山西省原副省长 省公安厅原厅长 刘兴云 因为受贿和滥用 实权罪一审 被判处有期徒刑 14年和100万元罚金 刚刚邓辉林是400万元罚金 他是100万元罚金 刘兴云呢 他是在河北省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个是唐山市 第二个是保定市 第三个是廊坊市 那廊坊中级人民法院 对他刘兴云 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12年 处罚金100万元 滥用职权罪 刘兴云是跟别人不同 其实前面两个人 也有滥用职权 但是没有单独被判决 滥用职权一个刑袭 但是呢 这个刘兴云有 刘兴云是受贿罪12年 处罚金100万 滥用职权罪判处4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合并起来当然是14年 那处罚金100万元 对刘兴云也是一样 受贿犯罪所得 及知习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这边 也是交代历史 刘兴云的历史 是从98年开始 他跟前面的两位 拱道安 还有这个 拱道安 以及 邓辉林 不一样 拱道安跟邓辉林 前期都是在湖北 那刘兴云呢 他是在山东 报道是这样讲的 刘兴云利用担任山东省 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 何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济南市公安局局长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 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 子女入学 前面两个没有的 他有的子女入学 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务 共计折合1330万余元人民币 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听得出来 这个刘兴云 他基本上就是老公安 他从98年开始 就是在资博士担任公安局的副局长 一直到他到最高的职位 都跟公安有关 跟前面拱道安 还有邓辉林担任过不同的职务 还有点不同 那另外呢 他说 朗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这个刘兴云行为构成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而也是同样的 他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受贿账款 你全部追缴 这三个人 很奇怪 他们的账款没有用 都被追缴回来 然后滥用职权犯罪 自首情节 依法可以重新处罚 法庭一审 做出无上的判决 好 跟各位观众花了一些时间 今天向各位观众介绍 介绍了上面三个人 等于说是王立军团伙的首批 他们的判罪 那现在到分析 孙立军 到现在就到分析的这个阶段 孙立军的团伙 为什么会这样宣判呢 在二十大之前 我认为 这一个其实是杀鸡警猴 但是呢 重新处理的一个判决 也就是说 他要对公安政法系统立威 但是呢 又不会让在公安系统 这些老公安 或者是跟他们 有太多牵连的人 感觉到非常的愤怒或不平 引起可能有一些的后遗症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判决 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的受贿 全部都已经追回来了 而且交代了他们原来办案的人 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这三个这三个人呢 很奇怪的 这一个判决案子 交代他们的案件里面 只交代了在经济有关的受贿 相关的事实 但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在什么地方 因缘巧合 还是为什么 他们跟孙立军 有了连结 没有交代 一点都没有交代 所以可以说 在二十大之前 对他们三个人的宣判 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政法系统上面 立威 而且杀鸡儆猴 但是留有很大的余地 这是我的解读 如果各位观众 有不同的解读 也欢迎这个留言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个今年三月 这个前司法部部长 傅政华 他被双开移送法院 那他曾经担任公安部的副部长 而且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担任到二零二年年 担任司法部长 而退居二线以后 他又在全国政协 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任副主任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今年三月三十一号 对傅政华的批评是 傅政华严重违法违纪 完全背弃理想信念 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 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 拉帮结派 结党 营私 还有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 长期违规占用多套住房 办公用房和多辆公车 供个人及家庭享用 这个是傅政华的部分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也都没有交代 就是为什么 在理论上面傅政华 其实应该是孙力军的长官 而被归类成孙力军的团伙 当然我以前也为各位观众介绍过 因为可能是孙力军后面 还有一个更 可能在政治级委员 一个层级的一个靠山 所以呢 傅政华才会变成 要听命于孙力军 那另外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孙力军呢 孙力军的话是 我们先讲刘彦平 孙力军团伙 现在除了傅政华 没有被宣判 还有一个是刘彦平 是最近发生的 他在9月1号 中共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呢 就发布消息 而且最后披露的 说国家安全部 前党委委员刘彦平 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双开啦 也就是双开 他是被指参与 孙力军政治团伙的 政法系统里面 老虎里面的最后一个人 那长春的终极法院呢 刚刚提到前面三个 被归类成孙力军团伙的 都是在河北省 不同的地方法院 做出审判 长春市中级法院 经骚早在一审 但是他没有宣判结果 对于孙力军受贿 操纵证券市场 非法持有枪支案 做出审理 而2020年4月 受查落马的孙力军 被控受贿人民币 6.46亿元 这个是远远超过于 超过上面所说的这些人 而当时孙力军表示 认罪毁罪 而法院也会择其宣判 所以为各位观众介绍 这个二四大之前 政法系统的一个宣判 今天可以说是首批 第一批 对三个人先做出宣判 至于我们真正关切的 还是在于孙力军 以及傅政华 还有就是稍早的 这个公布的 国家安全部前党委 委员刘彦平 好那接下来呢 今天的国际 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 也会影响可能今天的 全球的股市 包括天然气 能源的价格 现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已经卢布已经波动了 卢布下降了1%左右 原因就在于 俄罗斯进行了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第一次的动员 从从普京宣布 从今天起进行部分的 军事动员 普京表示 只有那些目前在 预备役中的公民 曾在武装部队中 服役 有一定军事专业 和相关经验的人 会被征召服兵役 而在被征召服兵役的人 到部署到前线部队之前呢 会接受额外的军事训练 也就是说 今天他正式的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要动员30万人 但是这一个部队呢 还要经过一定的训练 所以不会立刻的抵达 俄乌战争的这个前线 这也是可以可以被视作 普京在参加上和峰会之前 在乌冬遭受到 这个一连串的挫败 所做出的一次一个回应 而这个回应呢 势必会引起多方的 另外升高紧急的情势 我刚刚看到这个包括德国总理肖尔兹 他在联大也特别的就这个事情 已经发出了谴责 所以今天现在美国天亮 预计美国欧美也会对此紧急的召开会议 进行讨论跟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 普京他今天发表的言论 还特别的对西方做出抨击 他说西方的目的是削弱 孤立最终毁灭俄罗斯 而西方要1991年让苏联解体 而现在西方认为是让俄罗斯解体的时候了 所以普京就表示 在特别军事行动中 乌克兰曾经对于俄罗斯提出的建议 做出过积极的回应 但和平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正是因为在西方美欧的指示下 乌克兰中断了和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的进程 这个表态其实有一点点出乎人的预料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在上和峰会的时候 普京针对他比较两个比较可以信得过的 可以说是盟友 第一个是中国习近平 普京公开的表示 习近平对于俄罗斯参与俄乌战争 有疑虑 第二个就是印度总理莫迪 莫迪说现在不是发生战争的时候 普京也公开说 我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俄乌战争 可是今天呢 他突然宣布国家动员增兵 而且动员的幅度还颇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概他第一阶段特别军事行动 就是派到乌克兰参加战争的 不超过20万人 但他这一次在后备动员 要动员30万人 一旦这些被派到前线的话 势必会升高冲突 而且可想见 就是他的这个野心 还不仅止于现在公布的 要公投结果 这跟公投引起的这个紧张也有关系 那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伊古就特别表示 在动员过程中 俄罗斯将会征召30万名预备役 还不是全面动员 是部分动员 邵伊古指出 俄罗斯不但跟乌克兰作战 而且是同西方国家作战 西方国家的指挥人员 在基辅指挥乌方军事行动 西方国家的70多颗军用卫星 和200多颗民用卫星 参与探测俄军所在位置 这也是可以跟普京说的话相辉印 普京指控西方对俄罗斯进行 和勒索而且希望俄罗斯 像苏联一样瓦解 普京他还表示 在这次讲话里面还表示 俄罗斯将会全面的支持 顿巴斯地区跟杂波罗热州 和赫尔松州居民 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决定 贯彻解放顿巴斯的行动 所以接下来俄罗斯 昨天我在节目的最后 有跟各位观众介绍 俄罗斯开启了在顿涅兹克 卢干斯克 也就是顿巴斯 以及赫尔松 还包括杂波罗热州 这个是有核电站的那一个州 这几个州 俄军掌握的这几个领土 进行公投 一旦公投结果公布以后 预料他们就会并 就是加入俄罗斯联邦 那这个领土呢 大约就是先前公布的 大概至少有十分之一个 乌克兰领土这么多 所以再加上增援以后 这双方之间的这种 俄罗斯跟欧美 包括乌克兰的这个冲突 势必会上升 那现在刚好是联大会议的 这个开幕期 现在包括各国的元首或外长 现在都群聚在纽约 所以拉夫罗夫俄罗斯的外长 先前据说他的赴美签证 遭到拖延 但后来拿到了 现在估计他也会在联大 双方就是多方 会就俄乌战争进行博弈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接下来会对国际震惊局势 产生牵引作用的 又回到了俄乌战争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按照片